在全球经历了一年的新冠疫情之后 中国人民迎来了牛年春节 就在春节期间 中国国内疫情高风险地区纷纷降级 使得节日气氛更加热烈 如果我们用最客观公正的视角去评估 对中国政府用两个月时间再次控制住各地疫情的绝佳表现 必须给予最高评价 世界必须承认 要说众志成城 抵御灾难的水平 中国是当之无愧的世界第一 就在我们过节期间 一直忙着给中国人民添堵的两个国家 国内又发生了令人无语的天灾人祸 一 日本地震 二月十三日晚 日本福岛附近海域发生7.3级地震 后来福岛附近又陆续发生几次5级以上地震 本次地震使日本多个地区遭受损失 伤亡百人 最令人担忧的是福岛第二核电站的另一号机组 用以保存核燃料的冷却水 发生轻微泄漏 有专家称 这起强震是2011年311大地震的余震 2011年 日本附近爆发9级地震 并引发大海啸 席卷日本 导致福岛核电站受到冲击发生爆炸 并引发了震惊世界的核泄漏问题 至今为止 日本警察厅汇总的数据显示 死亡人数以严守 攻城福岛三线为中心 达到15897人 失踪者达到2533人 由于海啸和福岛核事故 目前仍有约5.2万人 不得不过这疏散在外的生活 福岛核电站爆炸引发的核泄漏问题 一直是悬在日本人头上的阴影 核爆炸导致核电站周边地区遭到核污染 周围20公里 被日本政府宣布为死亡区 15万居民被紧急撤离 核放射物随风飘落到周边地区 距离核电站300多公里的东京 也检测到了放射物 本次地震再次引爆福岛核电站安全问题 实在令人难以心安 2019年关于福岛核电站的核废水问题 一度成为世界关注的焦点 目前福岛核电站每天都会产生 170吨核污水 其污水储存设施将在2022年 达到容量的极限 未来将无处可放 2019年9月 日本环境大臣原田一昭成 东京电力公司将在无可奈何的情况下 将带有放射性的水 直接排入太平洋 这一表态引起多个国家批评关注 但事实上 日本根本没有其他解决方案 也不准备花费太大的精力 去设计更好的方案 未来将核废水排入太平洋 以林为鹤 获水东引 将是日本的最优选择 也是唯一选择 如今 日本国内疫情形势非常严峻 近日 东京甚至出现了800多患者的漏爆事件 使人难以信服 如今的日本应对各种危机的态度和能力 即便如此 日本依然坚持推动东京奥运会如期举行 这种利益至上 不顾国民安危的态度 实在令人费解 2 美国断电 2月14日 美国大片地区迎来一场大规模冬季风暴 覆盖了至少1.68亿人 德克萨斯州 俄克拉荷马州 以及俄勒冈州等多个地区 出现交通受阻 以及停电等问题 德克萨斯州在低温和降雪天气的打击下 竟然出现了大面积停电的情况 2月15日 德克萨斯州有近250万户家庭的400万人遭遇断电 由于冬季恶劣天气和电力生产商轮流停电 德州电网的批发电价飙升了100倍 从每兆瓦100美元上涨到1.1万美元 天然气价格达到500美元 过去只要3美元 面对这种高昂的电价和气价 很多居民只能选择主动断电 宁可冻死 不愿破产 这种奇葩景象 确实是美国资本主义制度的一大特色 面对市民的各种指责 同样遭受寒灾的美国科罗拉多市市长发推强调 政府不欠你们 供电局不欠你们 你们就是一群爱哭的弱者 救援那是社会主义国家才会做的事情 你们不该把希望寄托于救援上 这种思维方式在美国一直是主流 美国一直鼓吹的所谓小政府 就是有限责任政府 在没有危机的时候 美国人都是各自逍遥没谁管 当危机降临的时候 依然是各自受灾没谁管的惨状 包括2020年新冠疫情在内 美国政府在应对各种灾难性危机的时候 一直表现得非常冷漠 麻木 迟钝 归根结底 就是根本不把美国人的生命和财产安全放在心上 这种局面 一方面是美国政治的传统决定 另一方面也是美国人的思维方式决定 如今 美国国债规模已经超过了28万亿美元 美国每年新增GDP数量 只能维持支付国债的利息 而根本没有可能还本 国家财政面临破产危机 美国人民面临新冠病毒的打击 很多穷人在遭受着寒潮的威胁 即便如此 就在这两天 美国海军军舰依然闯入中国南沙群岛进行挑衅 这种宁死也要作恶到底的无耻恶习 必须遭受天谴 所有的现状都是历史和现实共同选择的结果 没什么可抱怨的 美国人民只能认命 三 夜火熊熊 非常令人费解 昂格鲁萨克逊人在面对天灾时 为何总是一筹莫展 难道坐享300年世界霸权 已经使英语民族彻底堕落了吗 很多时候 繁华的背后就是灾节 当一个族群失去向上攀爬动力的时候 他们离灭族也就不远了 坚决追随美国到大利亚 似乎非常享受疯狗一般反华的快感 反华有力 救火无能 就是澳大利亚政府最可耻的表现 2019年7月8日 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市州大火 开始熊熊燃烧 2019年9月起 大火波及到半个澳洲 长达5个多月的大火正式开始 甚至逼近了首都堪培拉 这场大火整整燃烧了7个月 直到雨季到来 澳大利亚部分地区迎来30年来最大规模的持续降雨 才将大火熄灭 最惨的是 降雨又带来了暴雨和洪水两大灾难 在和火灾最严重的时候 澳大利亚的天是血红色 到处都是烧焦的动物尸体 大火产生的烟雾 伴着强风一路飘到南美 甚至在澳大利亚同一维度的天空上 浓烟随着地球自转 绕着地球走了一圈 澳大利亚的大火排出4亿吨二氧化碳 相当于116个排放量最低国家的年度排放总和 全球气温会因此继续升高 澳大利亚又会因为气温上升 面临更恐怖的森林火灾 据澳大利亚官方统计 在这场持久大火中 澳洲1200万公顷土地过火 大约10亿野生动物在大火中丧命 一贯以自由国度自询的澳大利亚 遭遇如此暴虐的火灾 可以认为是三分天灾 七分人祸 自询为创造了世界上最佳制度样板的 昂格鲁萨克逊人 在面对天灾时的表现 堪称反应迟钝 麻木不仁 孱弱不堪 对于火灾的危机处理 体现出澳大利亚政府的无能和愚蠢 原本以为靠消防力量可以控制住局面 最后发现 大火烧到了首都堪培拉附近 才连续派出海军和空军帮助救火 但仍没有起到作用 澳洲大火同时在多点燃起 澳大利亚总理悠哉悠哉去海外休假 几千名消防队员按部就班进行救火行动 上万名被大火烧掉家园的人们忙于逃难 还有183人因为到处纵火被逮捕 在火灾中借机纵火果然很澳洲 果然是流放范的后裔 犯罪作乱不用教就能做到极致 面对熊熊燃烧的热火 澳大利亚人面对中国人那种莫名其妙的优越感 实在不知从何而来 四拍案惊奇 澳大利亚人为了推卸责任 将大火的起因归因于雷火 甚至污蔑黑笋为了吃烤肉引燃大火 黑锅摔了一圈 最后又习惯性地丢在中国头上 责难中国快速发展导致澳洲火灾 如此无耻地甩锅本性果然很绅士 极具英语民族特有的风度 英语民族独有的优越感全世界第一 哪怕明知道不如别人 也一定会通过诡辩话术将自己粉饰抬高 这种自吹自擂的能力 确实并非中国人的特长 在全球舆论战中 中国的特点就是善于实干 不喜欢自我标榜 因此使西方人养成了自大的心理惯性 其实早在欧洲人登陆澳洲前 中国明朝的航海家郑和 在1432年下西洋时 就到达了澳大利亚北部的达尔文港 郑和是第一个发现澳洲的人 他在航海日志中记录 在这里看到了比人高的兔子 其实就是袋数 澳洲的记录中也有郑和宝传的图形 可惜郑和之后再无郑和 我们那时候没有殖民的意识和计划 反而严禁人口外流 直到200年后 葡萄牙人来到澳洲 荷兰人 英国人陆续到达 将澳洲土著残杀殆尽 1788年 英国殖民者在澳大利亚东南 建立起了第一个殖民地 目的就是为了流放罪犯 澳大利亚成了英国海外的监狱 澳大利亚与任何国家都不同 是一个由囚徒建立的国家 是罪犯的后人 是囚徒的后代 毫不夸张地说 至今为止 澳大利亚人的粗俗和野蛮程度 在西方白人国家里依然居于守卫 对于中国人的歧视和敌视 也是莫名其妙的异常顽固 关键原因就是基因传承 罪犯后裔形成的国家文化 很难找到文明的根源 正是这种狂妄自大 唯我独尊的国民性格特点 在面对熊熊大火时 依然懒散轻视 视之为自然规律 等把能烧的都烧光了 火自然就灭了 这就是澳大利亚 甚至包括所有英语民族 在内的共同心理 在这样的心理主导下 美国加州才会每年都发生 无法控制的大火 每一次都要烧掉 几万平方公里的森林 不管澳洲大火 或美国加州大火的起因如何 灭火不利是共同特点 美国的消防队是企业机制 收钱灭火是基本原则 所以只负责能够付费的家庭安全 不会去管那些没钱的人家 在2018年 美国加州大火火灾 最严重的几个小城市 在火灾刚爆发时 竟然没有自己的消防队 为什么呢 这就要说到 美国人推崇的小政府理念 城市是否需要警察局 消防局 均由该市的市民自行决定 美国有的城市 市民为了节省经费 避免自己多缴税 就反对设立消防队 甚至警察局 本质而言 这就是典型的人性自私的一面 不管什么议题 都要避免自己为社会付出过多 不得不说 澳洲和美国 果然是同一个血脉 同一个梦想 同一种文化 同一类习性 火烧的自然 烧的潇洒 烧的迅猛 烧的无奈 中国俗语讲得好 水火无情 中国对于各种自然灾害的救援 向来毫不迟疑 效率起高无比 中国人如果自称第二 绝无一个国家 敢称第一 同样是火灾 早在2019年6月24日 13时26分 北京市平谷区森林防火指挥中心 通过森林防火预警监测系统 发现金海湖镇有火情 当地政府立即启动应急响应机制 应急管理局 园林 消防 公安 属地政府等部门 包括北京森林防火总队 顺义区森林防火中队 属地部队等22支森林消防队伍 及武装部民兵 共计800多人 一起参与灭火 至24日17时35分 明火已全部扑灭 过火面积超过100亩 未造成人员伤亡 什么是中国效率 这就是 完全不需要华丽的 此早进行夸耀 只需要与澳洲大火 进行对比即可 2017年8月27日 飓风哈维肆虐美国德克萨斯州 造成大量损失 德克萨斯州政府 预计需要1200亿 到1800亿美元的资金 州政府没钱 联邦政府拒绝给钱 因为联邦政府执行 小政府主义 多次因为缺钱关门 根本没有余力和义务 对州政府进行支援 于是 德克萨斯州人 无家可归 损失的财产 也得不到赔偿 生活极度困难 同一时间 2017年8月23日 台风天歌 重创澳门 珠海 江门 灾情和抗灾 受到外媒和外国网友关注 解放军25日 进入澳门 清理垃圾 杀军 灭属 恢复原本的城市面貌 28日就圆满完成救灾任务 在台风正面登陆的珠海 只用了四天四夜 就基本实现通电 通路 通水 通讯 中国军队对灾情的反应速度之快 集结速度之快 战斗力之强 令许多外国人心惊 最让外媒感到震惊不可思议的是 解放军救灾时 竟然都不带枪 主要是因为在美国这种 枪支泛滥的国家 一旦受灾 各种打砸烧墙暴力事件 就会频繁发生 军队不合枪实弹 绝不敢进入灾区 同样是新冠疫情 中国采取果断措施 第一时间斩断病毒的传播路径 成功控制住疫情蔓延 最终维持了社会平稳运转 并实现经济正常增长 绝大部分发达国家 对于疫情都疏于防范 蔓延后又无法采取有效措施 控制病毒传播 发达国家的民众 对于防疫措施的配合度极低 甚至怀疑各国政府的意图 直接导致疫情反复失控 武汉疫情的重灾区 百步停社区一直是武汉社区自治 企业负责管理运营的样板 事实证明 脱离了党组织的有效领导 社区自治模式 缺乏应对危机与灾难的 动员能力和机制 从中国战役的应对经验来看 对于大型危机 绝不能寄希望于民营企业 去负责应对 与百步停的社区自治相类似 因与民族发明的城邦联合体制 在美国和澳洲的灾难中 也同样表现出了 极为低下的社会组织能力 同样的危机 同样的局面 中国的应对方式 确实令各国暗自贪腐 如果深入对比中澳两国 甚至包括美国在内的 世界各国的抗灾能力 我们会得出一个客观的结论 中国的制度优势非常明显 尽管在实操层面 存在优化调整的改革空间 但主体架构具备天然优势 为中国带来了极强的组织体系建设 和动员能力 这是中国赢得未来国家竞争的 核心竞争力 哪怕大部分中国人 都因中国的救灾能力和效率 引以为荣 依然有媒体公知 一直抹黑中国 时刻不忘渲染 新冠疫情造成的损失 贬低我们的救灾水平 完全无视了 世界各国都面临 严峻挑战的现实 中国抗击疫情的过程 充分体现了 中国政府在社会中的 动员组织能力 以及为人民服务 这一伟大理想的关键作用 通过对比澳洲和美国加州大火 以及救灾中的反应 我们会直观地发现 英美自我标榜的自由体制 小政府大市场模式 简直是糟糕到底 西方选民的整体心态是 要活得更舒服 更自由 同时不能承担付出更多 所以他们愿意组建小政府 愿意让政府少承担责任 甚至这个社会变得更烂 也在所不惜 两者对比 我们会发现 中国人更喜欢要求政府 承担更多的责任 而且一旦有问题 就会指责政府没有到位 在这种对政府要求 很高的前提下 受西方模式的影响 很多中国人也开始迷信 小政府理念 要求政府降低支出 控制编制 限制权力 毕竟在小政府的社会形态之下 人真的是太舒服了 但是一旦个体需要社会帮助的时候 需要社会整体协作的时候 小政府就缺乏足够的组织能力了 还是大政府能够承担更多的责任 实现更高的效率 尤其是像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 更需要大政府来集中力量 办大事 小政府怎么可能做得到呢 英美不仅鼓吹小政府体制 还组建了很多社会组织 持续鼓吹各种自由主义理念 比如女权组织 绿色环保组织 动物保护组织等 此类组织都是以各种精心包装的口号 为推销西方理念和西方体制 而不懈努力 美国和澳洲的大火 充分说明西方鼓吹的环保政策 存在极大的弊端 对于社会中个体的自由和舒适度而言 小政府意味着公权力 对于个人的干预和约束会尽量的少 一旦进入到公共事务和民生领域 这种个人利益至上的思维 只会使整个社会进入难以决策 发展缓慢的状态 英美一直凭借控制着的媒体平台 掌控了世界范围内的话语权优势 习惯性鼓吹英美体制的优越性 其实一旦遭遇重大挑战 根本无法与中国体制竞争 中国和苏联正是英美语境中贬低的大政府体制 在西方语境中 大政府被丑化为妨碍个人自由的体制 从另一面来看 中国和苏联的建设成就 发展速度都远超过英美体制 为国民带来的收益 自然远大于所谓的小政府自由体制 这种建设效率和发展速度的差距 主要是因为社会契约的公平性原理 社会个体选择了个人少付出 少纳税的小政府 那么小政府自然就尽量承担有限责任 更多的责任由社会自行解决 大政府意味着承担更大的责任 同时还意味着可以集中力量办大事 近年来 在西方意识形态的渗透下 舆论普遍鼓吹小政府大社会这种思潮 并且已经形成了一股潮流 热衷于批判中国和苏联 这样强大的中央集团体制 并持续进行扭曲和抹黑 事实上 新中国建设70年的辉煌成就 足以证明 大政府体制的优越性 英语民族为了控制世界 在全球殖民过程中 一方面进行种族屠杀 一方面输出文化和制度 其实 从文化基因层面来看 英美推崇的小政府体制 主要原因是由于英美 传承了安格鲁萨克逊人的海盗基因 海盗组织的特点就是松散 激动 灵活的 由于海上联络困难 每个海盗组织都需要有相当高的行动自由度 才能够实现高效率掠夺和殖民 后来各种海盗组织演变为小城邦 联合起来组建成国家 也只能实行联邦制 而不可能实行中央集权制度 这就是英美小政府理念的根源 中国从古到今实行的就是中央集权体制 原因就是大一统的国家 交通联络没有障碍 具有足够的条件 建立大规模的军团型军事力量 再加上强大的政府体系 后勤能力 足以支撑整个国家征战四方 战无不胜 正因为东西方分别传承了不同的文化基因 选择的政府运行的体制也就根本不同 由于先天基因的差异 传统的中央集权国家 一旦实行英美鼓吹的小政府主义 就会导致水土不服 很多国家一旦采用了英美推荐的小政府体制 就会陷入混乱和内战 就是因为社会的基本组成形态 具有本质的区别 从这个角度讲 英美热衷于强行推销所谓的小政府自由体制 是非常荒诞自私的行为 已经导致全球多个国家陷入混乱 我们必须明白一个问题 英语民族的成功从来不是因为体制优势 而是因为科技领先带来了军事优势 从而建立了有效的掠夺和殖民体制 使得国家内部资源充沛 矛盾缓和 如果英语民族对外掠夺和殖民体制遭到阻击 那么有极大可能陷入经济衰退 并导致这种松散的国家体制走向解体 1月26日 法国总统马克龙以视频方式参加了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 并发表了主旨演讲 马克龙表示 资本主义与市场经济为中产阶级提供了进步机会 但这个体系如今已经破败 全世界成千上万的人都存在一种感受 他们失去了用处 在当前的环境下 资本主义模式与开放经济行不通了 从这场疫情中走出来的唯一办法 就是打造一个更加专注于消除贫富差距的经济 英语民族已经控制全球达300年 发展到今天的英美模式 已经充满了腐朽和自私的味道 越是遭遇灾难 越会展现自私本性和虚弱本质 曾经引领世界300年的资本主义制度 如今已经非常现实地走到了绝路 人类的未来在东方 只能寄望于建立在现代化基础上 实现伟大复兴的中华